第一位是陳靜杜先生 大家好 首先是史錦迪 我剛才在政治層面上 剛才王爺大先生已經覺得很清楚了 在另一方面我想說 在商業成分方面 有關二次創作的MarketShare方面 其實跟本身完全是兩種東西來的 我又用了一個例子來答你 就是陳柏宇一首歌《尼門網門》 曾經有網民將它改編成另一首歌 叫做《福島烈士》 是向福島烈士一眾的民眾送上門限的敬意 他們用這個手法再做了一個日語版 他們就上載到給世界各地的人看到 是將香港的創意發展到外地 而另一個例子就是陳奕迅 也在公開媒體上說過 首先第一他有小黑的改詞 是令到他自己也不介意翻唱版 就是忍不住自己去唱版演繹版本 而另外一樣就是他也公開說過 他另外一首歌的MV 是多等一班網民將它重新再去二次創作 令到那個異境的層次更加豐富 令到更多人去認識到這首歌的旋律 在這方面是充分已經表達出 二次創作在這個商業上面 是有它的價值在 所以是要求是 就這一方面是可以有一個豁免在 這是第一點 而第二點就是 是一直在有關這個條例修訂方面 我們留意到的 就是我本人一直有一些 找一些著名的人士 在業界著名人士去詢問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是怎樣的 有著名的漫畫家張萬佑 本地的創作人黃永高 小說間漫畫編劇《魚兒》 連周星馳也都數次公開 他是惡搞組長有金小民 也都有著名創作人喬政府 有著名的編劇回陽達先生 他們分別都有表明立場 是一致是認為 是不但今次修訂 是沒有更實質的條文去保護版權人 反而是製造更多灰色地帶去打壓 這個創作空間 其中呢 喬政府先生更加寫了一篇文給我 他們說 雖然我身為創作人 收緊版本規管 我貌似是既得利益者 但這次修訂 很明顯是 巷裝無劍 意在配功 政府並非真心保障版權持有人 而明顯是要針對打擊網絡上的表達自由 尤其是壓制批評市政的聲音 政府借我們創作人權益這把刀 沿著大眾的頭上 此舉令我極之反感 而版權保護創作人的利益 原意就是為了確保社會的創作力和知識傳播 因此版權保障並非絕對 不能完全傾向其中一方 更不應以嚴重妨礙資訊流通 此一代價流換取 連著名的創作人 業界創作人 亦都不贊同 這個修訂 令到他們更進一步的保障 謝謝 這個發言時間夠了 好 阿慧 張 譚國良先生 主席 各位議員 大家好 我是來自網上電台開頭的代表 雖然政府口聲聲說 今次的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目的就是追上時代的需要去修例去迎接 這個網上的一些保護版權活動 但是我們發現 今次的修訂版權條例 其實對於網絡上的自由 是有些倒行意思 甚至是追不上時代的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看到很多社交媒體 已經在近幾年流行 流行的程度 比於2007、2008年 政府當初向公眾市場修訂的時候 是更加流行 其實有很多的網站 包括一些官方的電視台、電台等等 都是有一些社交媒體的功能 亦都有分享的功能 亦都有將一些內容 放到一些社交網絡上的 但是網民亦都可以隨便地 按社交媒體的share 或者是轉發、分享 在電視台上 如果今次的修訂條例中 那些網民很容易 因為按了這些按鈕 好像是糟糕 還有究竟在公眾傳播中 公眾是定義什麼 始終社交媒體現在很流行 要跟蹤某一個人才成為某個人的朋友 如果我share了我自己的朋友 那是不是 是踩了這個 向公眾去分享一些 的版權內容呢 這個是對網民非常之危險的 另一方面就是 二次創作方面 剛才在座很多嘉賓都講過 二次創作目的只不過是 表達自己對政治 或者時事方面的立場 不單止是沒有損害 辦權自由人的權利 再加上就是 因為透過這些二次創作 將很多很複雜的概念都可以很簡單地表達出來 之餘甚至可以吸引到這些網民 更加留意原本的版權的作品 另一方面就是網絡安全港的方面 雖然基本上網絡安全港 是某程度上是保護了網絡供應商的利益 但是也都損害了網民的利益 因為這些網絡供應商 是可以有個免死金牌 就可以隨便地刪除了一些 版權持有人因為不喜歡的言論 也都很容易隨便地被人濫用 所以一定要設立一些機制 是防止被一些個別有另有目的的 版權持有人去濫用有關的機制 還有網絡安全港對於個人的私人 也都有所侵害的 因為如果網民要提交一些資料 作出異議通知的話 如果版權持有人不喜歡的話 可能會把這些資料 去向一些投訴人提出檢控的 其他資料我已經提交宣言意見 大家可以參與 多謝各位